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内容是这样说 《士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至十七节 《喜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掌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见你们得着掌赏 犯教力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攻克己身 叫心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级别人 自己反被欺绝了 世上很多人沉迷于有害的习惯 食欲是控制这一切的法则 而且因为错误的习惯 道德感被蒙蔽 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对分辨性结事物的能力被毁灭 但严格的节制对基督徒是必要的 他们应当有唇膏的标准 在吃壳和穿着上的节制是关键 应当用原则以非食欲或幻想来掌控 饮食过度 或是食物品质不佳的人容易陷入放荡 或是其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所说 无知有害的私欲类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那些与上帝同工的人 应当运用他们的每一影响 来促进传播真正节制的原则 终于上帝有好心的效益 他对凡是从事他服务的人有所有权 他欲望人的心灵和身体 能够保持在最佳健康状况 每一能力和天父在上天的控制下 既有活力又审慎 只有严格的节制才能够做到 我们对上帝有义务 要将自己的身心灵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 所有的姑娘都要当作他托付的恩赐 运用在他的服务中 《量饮食》原文第156至157页 就这样说 我们自己一切的精力和能力 都当在这些恩典试验其中 不断地加强和改进 唯有那些欣赏这些原则 以智慧和敬畏上帝来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才能够蒙简选承担这个工作的责任 每个教会需要清楚 敏累的见证 令号筒吹出确定的声音出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明天的晨中课 再见